大家好 我是天朗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 预计市场上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技术 这个起因是 有花友来问天朗 天朗你看我这个预计 我按照你说的 该埋的肥埋了 然后每次浇水的时候 我也隔身差 我就带了肥了 但为什么我这花 就不怎么长 长得干巴巴的 那最后来图片发上来 我们聊过了之后 我发现原因在哪 原因是因为 它的花太小了 而土又没有放满 里面的纯的土量比较少 升天了 温度升高很快 所以这花差不多 而它又不是每次浇肥 天天浇水天平干 就是它的盆土 今天还处于这样的状态 就是植物 基本上是接近打粘的边缘 所以说就会导致 它的肥料吸收不畅 为什么这么说呢 肥料跟水一定是一体的 肥料一定要溶解在水里 才能被我们植物吸收利用 当它不溶解 抓一把肥料撒在地表 那地表是干巴巴的 那它怎么可能被吸收 所以说它这湿的被等白湿 那么解决方案也特别简单 建议它换了一个大盆 换了大盆 盆土的一个承载肥料跟水的能力 就提升了 它就不会经常出现 很干的这种情况 它的肥料的利用率就高了 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月鸡 一大盆养 小容易有小盆养 就常会重问你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给你能够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来说月鸡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